因为有护理人员在职场上的用心投入 才让民众能有完善的医疗服务 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医护人员更是站在第一线 为民众健康安全来做把关 对此县医院参门儿也向护理人员表示感谢 并称本日5月12日国际护士节 来祝福护理人员们节日快乐 由于最近的疫情 新冠肺炎的疫情 也让我们护理师人员相当的辛苦 站在第一线来维护乡亲的医疗品质 在此非常感谢我们这些护理人员 对工作上的尽忠职守 也对乡亲的一个医疗的一个保护 今天是5月12号 也是我们所尊敬的我们护理师节 在此孟儿要向所有的我们的护理师人员 致上最感恩感恩的一个谢意 而近期为了落实防疫 前往医院陪病及探病的规范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也有所变动 竹山秀船医院警政副院长蔡卫娟 也请民众要确实遵守 并提醒民众要佩戴口罩 前洗手消毒一起来做好防疫 在5月11号时候 卫福部疾管中心已经做一个紧急的一个公布 就是在5月11号开始 整个台湾的一个疫情升级 已经变成到第二级了 所以针对所有的来医院的一些探病房是目前是禁止的 那除了加护病房还有护理之家 护理机构之外 如果说有特殊例外情形的话 是可以透过我们医院的一个QR Code 或是网络的一个申请 才实名制了来看病这样子 那基本上在疫情升级的这个部分 说真的是要来医院看病的话 还是呼吁大家一定要戴口罩 请洗手 议长和声峰感谢护理人员的辛劳 守护民众健康安全 本日是国际护士节 在此也祝福护理师们节日快乐 记者卢一凯 竹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